新街一座宠物公园 五股驱功所想实现民众的愿望了 洪丛连区长表示 这项工程预计在今年7月可以完工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 这不仅仅是一座首座的宠物公园 而且还会在园内设置宠物的安全游乐设施 好让民众都能够带着可爱的毛宝贝一起快乐游玩 许多民众都有饲养宠物 有时候想要带心爱的毛宝贝到附近玩耍 都嫌少有适当安全的场所 五股驱功所了解地方民众的需求 争取在夏绿地环保艺术公园里 新建宠物公园 每一个毛小孩 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活动的地方 我们五股刚好是欠缺这种地方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夏绿地里面的新乐园 新乐园那边我们成立一个宠物公园 五股驱长洪丛连表示 浙江市区内首座宠物公园 园区四周设有护栏可防止宠物乱跑 园内也会设置宠物的游乐设施 工程预计7月完工登场 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完工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宠物带过去那边 可以让它跟它一起玩 让我们整个环境会更加的好 我们的区长在动保议题上非常的有前瞻 在今年它就会完成五股下绿地的新环保乐园的一个宠物公园 动保处长杨淑芳表示 五股首座宠物公园完工后 四竹门就有一处可以携带毛宝贝 一起安全玩耍的场所 希望大家要多加利用 同时也要善加对待自己及他人的宠物 记者虎萱五股采访报道